好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日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七年以来也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日本首相正式访华 美国媒体纷纷注意到中日关系最近有升温的迹象 中国尤其希望向日本取经 从里根时代的日美经济竞争中吸取经验 那么在今天的全球战略格局中 安倍晋三和习近平谁更需要谁 双方关系回温能否克服两国在意识形态 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上的心结 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我想请刘平先生 您是长期的报道这个中国和日本 还有美国的这个三角关系 那么安倍晋三今天会见了这个李克强 晚上呢也和习近平夫妇晚宴 您从这次访问来看 您觉得双方领导人互动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和以往的这个中日首脑会谈有些什么不同 好的如果要讲最大的看点的话 那就是谁也没有把脸别过去 谁也没有给别人看臭脸 然后呢在双方的这个媒体上 尤其是中国的官媒在充分反映官方立场上 是表达了一个愿意和日本友好 同时也觉得日本也愿意和中国友好的气氛 而双方在实质上那么都不希望这样的这个过去 息起伏伏的关系对未来的发展构成负面影响 尤其在中国方面他在和美国的贸易战 在这个各样的市场遭到美国按中国的说法 无端指责的时候他尤其不愿意增加更多的敌人 所以他在中国方面他是非常愿意和日本改善关系的 而日本呢也从来没有忘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原料的来源 所以对日本来讲这也是一个按照中国说的合则两立的 所以这都是在整个的实际的需求上 还有在这个很多仪式上都表现了双方是愿意朝着比较正面的方向走的 好的夏明教授您的观察 驱动力了并不一定是美好的前景 恐怕驱动力了是他们双方看到的可能会有灾难了当头 那么习近平也讲得很清楚 目前的国际形势的风云变换 那么在这种大的形势下中日在调整关系 所以当今的国际局势那么是两个国家的一个考量 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日本以前跟中国了 当然是中国因为觉得我要取代 我已经取代日本了我要取代美国了 所以中国一直没给日本的好脸 那么现在呢中国显然呢就说愿意跟日本改善关系 所以中国态度显得就更积极 这种变化呢我觉得会非常微妙 另外第三个我想讲了 其实日本今天跟中国之所以可以一方面取消一个官方的援助 同时呢又能够在所谓的祥和的一个友好的气氛中改善关系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经济陷入很大的问题 而日本包括跟中国进行300亿美元当量的这个货币兑换呢 其实是想让中国不要陷入一个太大的一个危机了 对日本来说中国太好对它不利 中国太烂了也对它是威胁 所以我觉得日本呢就在采取一个比较折中的一个路线 好的 陈伯宫先生您的看法 在中日改善关系的时候 当然从总体来看双方都有需要 日本的需要主要是经济和贸易领域 因为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 同时中国的游客是日本的最大来源 那么这个日本经济过去20年一直处于相对停滞和冷淡的状况 要获得经济增长呢是最近有一些经济增长 但是非常不容易 因此中日的经贸关系对日本非常重要 但是中共方面呢 中国方面呢实际上更需要日本 因为不仅仅是经贸关系 而且是更广大的地缘政治 尤其美国的因素跟美国的全面对抗 需要这个远交进攻 或者是现在反过来进交远攻 要跟日本搞好关系 再加上实际上这个中方之所以要跟日本拉近关系 有三个无法撼动 其实中方在过去六年七年都尝试的 三个事情都没有撼动 第一个双方的钓鱼板争端 这个最终控制权还是在日本手上钓鱼板 所以中方无法撼动 第二个无法撼动安倍的地位 安倍这个习近平政权一直以为安倍很快下台 日本经常换首相 没想到安倍竟成为日本战后仅次于吉田茂的任职最长的首相 再一个无法撼动的是日美同盟 就是中方一直想历见日美关系 原来是拉美国来压日本 结果没有成功 现在试图为拉日本来这个对美国 但也不会成功 但是他想瓦解一下 说这三个无法撼动 也是中方不得不面对现实 好的 说到这个安倍晋三跟中国领导人的关系 刘平先生 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一直非常的不喜欢 也不信任安倍这个强硬派 也算是个亲美派 那么很多人都记得就在两三年前 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在一个国际会议上见面的时候 习近平把脸扭到一边 跟人家握手的时候脸朝的另外一边 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没有风度 想请您介绍一下 就是中国领导人不喜欢安倍晋三 到底是为什么 那么现在这些不喜欢的因素 其实都还存在 为什么又转变态度 好的 中国不喜欢日本的哪一个领导人 或者喜欢哪一个日本领导人 其实并不是考虑到了很多的现实的问题 说的更直白一点 对于中国来讲 觉得安倍很幼 或者说觉得安倍怎么样 他还是去了靖国神社 事实上安倍 刚才是哪一位 破空讲到了 说安倍现在仅次比齐天帽的 长期的战后的任期 第二场的首相 他也就去那一次 那一次中国就把他给定上铁板了 他就是一个比较幼的 其实对于安倍来讲 他也就是在按照整个日本的民意的方向来走 你说像安倍想要让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 那这个日本难道自己不愿意吗 或者是说美国跟日本的这种友好同盟关系 美国对于日本也是有很高的期待 然而对于中国来讲 那当然也是长久以来在官方总是要看这个人 他究竟是不是比较符合中国的意思 这其实在本质上是一个不太切实际的这种看法 那回到您刚才讲第二个问题 比如说那现在为什么又比较好像不再是把脸跌过去给张臭脸看呢 那就是双方彼此还是有这样的需求 别忘了这个中国和日本今年是40年 和平条约的40年 是邓小平带着女儿邓荣访日本的40年 那么这个在这个中国来讲 他也希望说这种一世性的马上要到的日子 或者是马上你看这个等到这个美国和中国建交的这个40年 虽然关系不好 但是在这些这个逢到这种纪念性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中国也还是希望它是维持一个这个漂亮的门面吧 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这两位都提到了 这也彼此双方都有互相互的需求 对 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因为中国政府这个官媒的长期的洗脑 我觉得中国的民间对于安倍晋三也是很反感或者是不喜欢 那么我想听听您个人对于安倍晋三作为一个政客 一个日本政治家的一个评价 对 安倍显然是日本比较右翼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家庭传承 从他的那个外公了 那么就是做个首相 而且是有军国女背景 从他的那个父亲做过日本的外相 那么他们是非常担忧中国的崛起了 跟日本带来某种威胁 所以就说安倍了就说他有一个思维了 就是如果中国一直像这样发展下去 那么我们最后可能会成为中国的那个牺牲品 因为中国对日本是非常敌对的 所以日本就一直了就是采取一个政策 就是认为在中国那个真正的能够对日本呢 捣乱或者动手之前呢 那么日本呢要让中国呢就是那个就是不至于完成他的战略目标 所以现在来看呢日本呢基本上是成功了 因为中国长期来把日美的这个同盟呢作为中国的最大的敌人 但是呢中国过去是雄心勃勃 以为呢他可以成为世界第一 但是今年的那个拐点已经到来 中国呢现在跟美国的这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那个总的当量了 其实距离在拉大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美日的联盟应该说是没法撼动 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在那个就是纽约 那个美日欧他们三方签订的这些贸易协议来看呢 他们呢都在强化他们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安倍了其实没有变 变得了就是什么呢 是中国不得不面对安倍这个现实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第三次连任自民党的总裁连任首相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安倍了 他作为一个右翼的领导人呢 也有这种就是所谓的credential 也有这种资格来跟中国进行某些改善关系 好的陈伯宏先生您的看法 安倍是第四次连任那个总裁和首相 他在2006年还出任过一次首相 他是唯一回国在出任首相 唯一回国在担任总裁的人 但是安倍在任最大的成功 其实有一个意外 就是中共是安倍的超级拉票员 因为当时安倍在重新上任之前 2012年之前 日本是民主党政府 是野天佳妍 野天佳妍奉行的是亲中政策 他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一个平衡 所谓三角平衡 当时我就说那个政策肯定是不现实的 因为美国是民主大国 中国是专制大国 如果日本要保持一个平衡的话 必然失去平衡 果然最后在2012年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 那就是围绕中共内部发生的权力斗争 导致了在钓鱼岛发生了猛烈的冲击 当时中国派出大量的军机军舰 国内有组织 当时周永康的政法系统 煽动了大量的民间的所谓的反日风潮 大炸抢烧 搞得是可以全国沸腾 实际上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个表现 这样的话 中日关系极具冷淡 就在这个情况下 民主党政府提前下台 知名的政府卷土重来 安倍当选为首相 重新出任首相 安倍出任首相之后 实际上整个日本的政治都在往右转 当时我去日本的时候 在日本感到非常的分明 左派都抬不起头 本来日本在战后是左派和平派占上风 但是整个的日本右转之后 连左派都在往右转 所以这个中间偏左 中间偏左的变得偏右 而左的是往中间偏 左派在很多年没有市场 最后日本都总结说 安倍和知名党 最近几届选举是接连获胜 连获连胜 都是因为中共是超级拉票员 所以中共的这个强硬的反日立场 和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 给安倍的执政造成了天然的良机 所以安倍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创造记录 还有一个记录就是 这个他家族一门三项 一个家庭出了三个宰相 一个就是他的外淑公 左腾荣卓曾是首相 还有他的外淑妇 安信介是首相 到他这一代是三代为相 可以说这些主客观的条件的存在 我就说一个重大的因素 还是中共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愚蠢短视所造成的 好的 外界普遍的分析 刘毕先生都认为 中国现在希望跟日本拉近关系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也是希望在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上 向日本取经 那么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就是当年的这个里根时代 美日经济竞争和今天的美中贸易战 有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如果中国向日本学习的话 会学到什么样的经验 先听听您的分析 好的 不太容易从日本这边学到什么样的经验 或者说是有很多项目中国学不来的 举一个例子来讲 今天在这个美国市场上 很多高档的日本汽车 是当年在这种贸易的这个纷争之下 日本的另辟蹊径 就是这个美国当初限定日本的汽车销售美国 那但是那日本说那我生产高档车吧 那高档车美国就没有限制 结果一下子就让日本的这个汽车工业 就提高了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准 那么这就是你今天中国 你现在说你能够也因此而这个工业升级吗 或者说是要能够开辟新的市场吗 这个中国来讲是不容易的 再有一个就是又牵涉到 我们开头就提到的这种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纷争 那还是这个属于这个内部敌人 你要是今天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纷争 那有点成阶级敌人的味道 这味道不是说它就是一个这个不可解 而是说这中间的这个可比性 确实不是太多的 好的 夏明教授 我们知道日本在改善和这个中国关系的同时 在贸易问题上 我们知道其实和美国和欧盟 都是保持步调一致 比如说最近三个国家都同时 要对WTO提出改革方案 那么针对的就是中国 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方面 为什么你觉得日本在贸易问题上 还是跟美国和欧盟站在一条线上 尤其在知识产权方面 日本在中国方面吃过什么亏 好像是有一些经验过去的 那么听听您的分析 对 因为日本是中国的近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国家 日本总是最早跟中国靠近 不仅是日本跟中国建交 那么是最早的 在西方国家里边破冰是早于美国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八九以后 在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 日本也是最早的就是缓解这些制裁的 所以你看到日本 因为它有这个近邻关系 它没有办法就是向其他的欧洲国家更激进 但是就是说日本也很清楚 就是中国在海外 在国际市场各种的手段 针对美国针对欧盟 也是针对日本的 因为日本最早进入中国市场 而且日本的很多的技术 对中国市场进行转让 那我记得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宝钢当时在建设了 那你可以看到日本对中国的钢铁 进行大量的扶持了 所以后来中国成为钢铁大国 这和日本早期的帮助是有关系的 另外像中国现在引以为豪的 所谓的就是高铁技术 其实高铁技术就是日本新干线的技术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其实也跟中国转让了很多新干线的技术 所以当然中国很多的做法在国际市场上 用日本的技术同时再去跟日本竞争 当然我觉得日本有吃亏的地方 好的 陈伯辉先生您的看法 这次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出现这么一个说法 说中国向日本取经 说是在跟美国的贸易战中 说当年日本跟美国有一个广场协议 那么想希望从日本获得帮助 结果日本给中国两个忠告 两个忠告 一个就是说建议中方不要跟美方一对一的谈判 第二个忠告就是建议中方不要轻易取落贸易素质 但这两个都不适合中方 因为美国现在要的就是一对一谈判 并不要集体谈判 就是一对一的达成自贸协定 另外一个这个不适合中国 第二个贸易素质 中共恰恰是想在贸易素质上做文章 想取落说我采购你700亿 采购你2500亿 然后在贸易素质上降下逆差 那么就不做结构性的改革 要回避结构性改革 这恰恰也不适合中方 也就说明日本的当年跟美国谈判的广场 今年的教训跟中方一点都不对称 其实红光来看 美国跟日本的问题 仅仅是当时的贸易和经济问题 就是当时的市场汇率 这个这个关税啊等等 那么现在美国跟中国的问题是全方位的 不仅仅是一个经贸问题 而且是地缘政治 高科技 整个国力 甚至是新冷战 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 全面的比拼和对抗 而当年的日本 要说日本吃亏 其实日本没有吃亏 因为日本的战后是一个战争废墟 断源残壁 被美国击败 当时美国 日本和德国都是战争废墟 日本受过两次原子弹的袭击 东京大轰炸 一片狼藉 然后这个琉球群岛的血战 使日本完全丧失了国力 是在美国的援助下 美国的马歇尔的援助下 日本这个战后和平崛起 通过对内的民主 对外的这个和平崛起 日本和德国迅速的成长为 从战败国成长为第二和第三大经济强股 完全是在美国的帮助之下 这个外形很非常重要 当然日本的科技基础 日本人民的勤劳和这个自律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是有恩于日本 所以经过广场协议 虽然表面上日本退了一步 美国进了一步 只不过是日本对美国的一个报答 只不过日本最近20年 陷入这个经济停滞 不仅仅是一个广场协议 它还有它的人口下降 人口老年化等等因素造成的 所以在这一系列情况下 中日关系 中美关系 或者说美中 这个日美的谈判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的中国面对美国的话 日本的经验根本用不上 中共必须单方面的来应对美国 必须做出结构性的调整 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 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 其中有一位网友 一位姓林的网友 专门请刘平先生 或者陈伯雯先生 就这个日本官方 要停止对中国提供援助 来谈一下 他说呢 他说中共靠和日本的原交款 建北京首都机场 南昆铁路 金带铁路电气化 但是呢 中国老百姓 好像一般都不知道 这个日本援助 对中国经济做出的贡献 那么他说 中共敢不敢对人民交代 还有一位叫 李中本的观众朋友 他说在川普的新全球战略下 日中出现新的互相需要 走到这个谈判桌前 是国家利益驱使 他说习近平呢 是想通过日本 打开中美关系的难局 由于习近平的中国梦 坐得过头 暴露出野心 受到美国的压力后呢 只好恢复理智 现在重新回到 跟日本的这个轨道上来 还有一位 叫刘思伟的观众朋友 他说呢 中国向日本靠拢 是利用日本想达到两个目的 一是可以吸取 日美竞争时候的经验 二是可以缓解 中国目前的孤立状态 提升一定的国际形象 还有一位姓杨的 一位观众朋友 Edwardo Yang的观众朋友 他说这个 我们有嘉宾说 这个日美关系 无法撼动 是比较扯的 他说当年日本经济 如日中天 抑制广场协定 直接导致经济倒退20年 他说说美国人亲美 他说我是不相信的 最后还有一位 叫Summer Ware的 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呢 中共呢 现在是把日本 当成这个救命稻草 但是日本人并不傻 因为中共呢 并不是日本需要 优先考虑的对象 美国才是 好的 所以这几位网友的评论 都是对于这个 中日的这个关系呢 看得很清楚 跟我们的这个嘉宾一样 我想今天刘平先生 对刚才几位网友的 这个评论 您有什么看法 尤其是有一位观众提到 就是日本对于 中国的经济援助 其实对于中国的 经济发展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中共在这方面 一直比较避讳 想听听您的看法 好的 我刚才也对这位网友 这个意见呢 印象特别深刻 记得当初这个 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 他去看了几个日本的大企业 包含松下 日常 还有这个 好像是新日帖 是不是 他说感受到了 这个是真正的现代化 所以呢 在这个中日交往之间 对于中国的协助 想到那个彭斯 美国副总统彭斯 10月4号那个演讲 就是这个 觉得说这个 美国对中国是有恩典 其实呢 这个日本对中国是有恩典 这个像刚才 他给中国在很多观念上 有重大的启发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明星提到的 就是这种 这个大企业的经济援助 中国不太提 不太提的原因呢 很多 其中一个呢 就是他中国 这个官方 始终要把这个 日中关系 当做一个筹码 他们叫这个 要这个 希望能够 由官方来 这个左右 他所期待的 这个民间的观点 好了 日本现在这个 整个看这个 媒体的报道说 日本觉得现在 不太需要 再给中国 这样的大量的援助 为什么呢 中国自己现在在海外的援助 那数额远远超过 多少年来 这个日本对中国的援助的 这些多少倍 也就是说 如果既然中国自己现在 对海外其他国家的 气魄如此之大 那么 那就何必还需要 日本对于中国的援助呢 当然 这个事实上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另外一回事 但是现在就是 日本也是希望 和这个中国 能够这个经贸的关系 能够比较的正常化 一方这个给 而另外一方 却没有如所给予的 这一方所希望的 那样子说是 比较一个公平 公开的对待 那么给的这个意愿 当然也就随之降低了 好的 夏明教授 我想听听您谈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知道现在日本内部 有一些分析人士 有一种看法 就是认为 现在在美中关系 比较紧张的时候 正好是中国比较脆弱的时候 那么中国需要 日本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那么他们觉得 在这个时候 日本可以就一些问题向中国提出要求 那么中国答应的可能性比较大 比如像东海这个争端 中日这个东海上的争端 还有一些领土方面的问题等等 你是不是看好 中国在这个时候 会对日本的一些 以前的一些差异 会做出比较大的让步 您是怎么看的 对 首先就像我刚才讲到 因为中国它的势头已经在减弱 而刚才有人说 日本就是说经历了倒退 其实日本也不是经历倒退 所以它的20年只不过是有一些临增长 或者就是一些缓慢的倒退 但是它已经是发达国家的水准了 所以对日本的日常的生活 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对于中国来说 那么它就是有求于 今天更多的是有求于日本 那么不仅是 就是说它要重整它的经济的这些信心 所以这次你可以看到了 高层的这么一个经济论坛 那么就变得非常的引人注目 而且日本有这么近500人的 就是这些企业的商人 那么随团的去访问 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 它想在各种经济特区合作 包括海外的投资 跟日本寻求各种互补 所以就说对中国经济的 目前的处境来看 金融风暴的发生也在增加 所以包括货币的互换 也是为了支持中国 防止中国的货币出现金融风暴的危险 另外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一带一路 其实在全球也在受挫 那么现在就说 日本并不会加入一带一路 但是日本给中国有一个 就是针对第三国的 我们的经济合作计划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可以看到日本给中国 做了很多的帮助 所以作为东海的天然气的 这些共同的开发 我相信这也是中国目前 希望得到的好处 所以我觉得这种让步 是有可能的 但是至于说 钓鱼岛或者尖阁猎岛 这方面的让步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困难 另外在国际的整个战略上 目前的大的局势 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 对中国是越来越不利的 如果中国现在向《环球日报》 发的各种评论 是想把美国拉出来 所谓的说要日本成为 正常国家 它的另外一个 暗海的意义就是说 你要成为一个 独立于美国的国家 你才正常 如果想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日本恐怕 不会走那么远 好的 陈伯光先生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因为刚才夏明教授提到 日本这次带了几百个 商界人士到中国去 那么显然大家都觉得 日本是要走一个平衡道路 就在意识形态上 在军事战略上 和美国靠拢 但是在经济上 它又要得到中国的 这个贸易方面的利益 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安倍访问中国 有五百人的企业家 组成的代表团 其实这个并不新鲜 各国的首脑访问中国 都是如此 法国总理 德国总理 法国总统 德国总理 印度的总理 美国总统 还有很多人 他都是几百人 企业家组成 甚至上千企业家组成的 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看点 真正的看点是有两点 第一个刚才讲到的ODA 还要谈一下 就是说日本政府 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就是在日本首相访问 这个是安倍访问中国前 这个日本爆出风声说 安倍将宣布中止 持续了40年的 对中国的这个对华援助 叫ODA 那么在中国这边 中国的中宣部下了一道指令 要求各大媒体紧急报道 多谈这个日本援助 对华援助 对中国带来的好处 就第一次大面积的报道 环球时报率先报道 标题叫做日本将终止 那个ODA对华援助项目 在此之前 我们应不应该对他 说一声谢谢 然后一个长文 表面上开始说 日本什么清了中国 中国又放弃了对日赔款 日本对中国应该援助 但最后一转呢 就说这个日本的援助 对中国带了 多么巨大的好处 还是应该说一声谢谢 2008年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 访问日本 亲口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没有日本的ODA 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但是他这句话 却没有在中国进行报道 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知道 而中国老百姓 最近才知道 日本对中国援助这么大 因为日本对中国的 对华援助贷款等等 占了整个外国贷款的 一半以上 所以对中国的援助非常大 像北京 即首都机场 上海的浦东机场 武汉第二长江大桥 以及中日友好医院 还有这个金晴铁路 还有很多这个电气化铁路 以及一些很多 医疗保护的这些设施 环保设施 都是日本援件的 中国人都不知道 但他们在享受 首都机场和浦东机场的时候 都不知道这些日本无偿援件的项目 所以这个项目 这个做法 中共的做法 完全不对中国人民报道 这个提法 就跟朝鲜政府一样 朝鲜得到了中国的 美国的朝鲜的援助 还有日本的援助 大量的援助 但是当分给老百姓的时候 都说是这个伟大领袖 进什么金委员长的恩德 完全不提外国援助 都提的是自力更生 都提的是苦难行军 好像中国的援助等于零 甚至连中国那个 抗美援朝参加战争 他们在历史书上都不写 共产党政权就搞这一套 所以得到人家的好处 根本就支支不齐 人家不是说你要给我说 但是你支支不齐 说这次终止是一个 我想是一个重大的 一个指标性事件 好 因为时间不多 我想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想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 在这个中日关系上 中国政府一直是采用 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做法 有时候是打 有时候是拉 那么对于日本这个关系 可能日本人也受够了 就是我们想 请大家来盘点一下 就是说日本政府和民间 对于中国的这个信任度 到底如何 尤其是中国这个 长期的这个反日宣传 其实对中国民众洗脑的 这个程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就是说中国民众 对于日本的好感度又怎么样呢 就是双方 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的 这个起起伏伏 那么也是相关这个问题 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 一位叫周英的网友 他说日本首相安倍呢 应邀访华 他说同时宣布终止 长达39年的对华援助 而且在访华之前 参拜靖国神社 并且做了供奉 这些都不见 中国官方媒体给予报道 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 十分稳定 就像装死一样 他说这就是传说中的贱人 还有一位叫改变的 一位观众朋友 说中共在这个时候 跟美国进行贸易战之际 邀请日本安倍访问 就是目的非常明显 就是要分裂美日经贸同盟 挑拨日本跟美国的关系 他说另外 他说共产党长期以来反日 给民众洗脑 挑拨民间反日情绪 这个时候对日本的访问 又大力倡导两国的友好关系 他说这样的宣传 不仅无耻 也让世界人民看清 中共的神经错乱 还有一位叫田纳西的观众朋友 他说日本此行 向中共提出三个问题 一个是要中共释放 所有的这个日本间谍 还有一个是提出 中共的这个海奸船 长期寻导这个钓鱼岛的 这个动作 三是要求中国 不要侵犯这个日本的知识产权 他说这些中共在宣传中 都没有报道 所以他说中共 只是对自己的国人 进行片面的舆论引导 还有一个叫戴浩的网友 说这个 现在世界要围堵中共了 所以这个习近平也害怕了 就希望拉拢日本 他说等段时间 中共发展好些了 日本又会被拉出来 成为民族仇恨 他说这个中共的嘴脸 就是这样 他说中共不是一个感恩的政权 从来没有感过谁的恩 既仇却是拿手好戏 所以这些网友的评论 都非常有意思 我想提刘平先生 首先来评论一下 就是说中国日本这两国家 这个复杂的历史 到底真的有没有可能建立互信 尤其是我们考虑到中国官媒 像很多网友评论的传统上 都是非常反日的宣传 说这个中国 尤其是共产党统治之下 这个记仇记很清楚 未必全对 俄罗斯苏联对中国的仇 这个共产党就不记了 他当就是考虑到 这个明星刚才用一个 实用主义的想法 那么这个是 中国和日本之间呢 是如您所说的 错综复杂 有历史的恩怨 但是呢 这个日本呢 在二战之后 因为美国给他定了一个宪法 让他走向了 这个自由民主的路子 那么另外一方面 这个日本对中国 曾经有过这样的这个事 战争中的这个屠杀 还有这个战前的 这些这个侵略 但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在日本的改变之后 他对于这个世界 包含这个中国人 台湾的中国人 大陆的中国人 他都是有过他的贡献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还是关键在于 整个国家体制 你这个体制 如果能够走向自由民主的话 对于很多的事情 如何能够化解 也会比较好 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大家看 民主国家之间呢 就比较不容易发生战争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夏明教授 对 因为我觉得 在中日之间呢 民间呢 确确实实有很多的 历史的那些恩恩怨怨 我觉得不应该忘记 因为作为就像 我自己的家人来说的话 因为我是从东北 我爸爸从东北这边 那个后来南下 那么他就会记得到 就是失去东山省 作为皇民等等 他的这些经历 当然我还有家人在 那个就是江南 那么江南的话 细菌战争的话 就直接伤害自己的家人 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呢 它不是一个宣传的 一个原料 但是呢 它确实是一个 历史的记忆 那么作为日本来说的话 我觉得如果没有 中国的这些官方 宣传的操纵 和在里边呢 就是利用的话呢 那我觉得两个国家的人民呢 可以了比较好的 把这些历史呢 能够讲清楚 从而进行某种和解 另外从日本来说 它的那个79年以后 它的那个起心动念呢 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的那个整个官方 对中国的援助 是发展国家里面 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 将近40年 39年40年 也就是说它每年呢 给每一个中国人呢 基本上就是说 给了每个中国人 给了一个美元 每年这样持续了40年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中国人呢 无论再就是说 从日本的东亚发展国家 模式对中国的影响 还有日本的各种援助 还有包括中日的 各种贸易呢 我觉得日本对中国呢 也是有很多的帮助的 所以我希望呢 就是说中国真正的认识到 日本的发达 是因为根本的改变了 它的宪政体制 建立了民主宪政国家 如果中国真的要有 从日本学到什么东西的话 我觉得这恐怕是最大的经营 好的 陈博国先生 最后一个请您来发言 这个中日关系 这个当代的中日关系 可以说成也中共 半也中共 我们看到中日关系 极起几伏 毛泽东 曾文来 当时打开了 这个中日关系之门 缓和中日关系 什么都不计较 说战争赔款也不要 然后这个 钓鱼岛的主权争议 也不存在 然后是缓和了 这个中日关系 到了后来 胡耀邦时代是提出 中日两国 四世代的友好下去 因此在80年代 中日关系 出现了一个友好的涌紧 日本是大量地 给中国经济援助 而中国是敞开门 或者欢迎日本 好 到了后来 这个中共出于政治需要 然后又开始 这个反制风潮 不断地刮起反制风潮 围绕这个钓鱼岛的事情 但是钓鱼岛上的问题 中共是寸步难尽 它的三个目标 一个也没达到 第一个目标是 希望把钓鱼岛夺回来 认为这个 有主权争议 本来是互相通过 可以谈判解决 这个各有各的立场 但中共的做法 是用军机军舰去逼 用这个国内 闪动反制风潮 打砸抢烧 结果第一个目标 没达到 没有拿到钓鱼岛 日本是固守钓鱼岛 第二个目标 希望跟日本共管钓鱼岛 这个日本也拒绝 第三个目标 是跟日本说 大家都承认 有主权争议 日本也没有接受 最后就要前不久 访问这个双方会谈的时候 达成一个基本 就是承认近几年 有不同的主张 也就是日本最低的一个态度 这次日本需要中国 就是解决的是 中日交界的一个 东海汽油田的开发 用一个中间线 中国开发的一个油气田 日本认为在这个中间线 中方认为在中方一侧 说日本需要共同开发 但说到这个中日关系 它远比现在看到的表象 复杂得多 实际上古代 中国是日本的老师 唐朝的时候 日本的文字文化很多 从中国来 但是后来这个 因为中国这个被蒙古 满清先后灭亡之后 所以日本认为 中华已经不存在 牙山之后无中华 近代日本是学 先是学大化改新 学英国 后来二战之后学美国 实际上近代 日本成了中国的老师 中国近代的 所有有名的人物 都跟日本有关系 什么周恩来 或者孙中山 宋教人 鲁迅 蒋介石 都跟日本有关系 而现在中国人 所使用的文字 70%的词和词 都来自于日本的创造 共产党宣言 都是来自于日本 因为陈旺道 翻译共产党宣言 并不从德文 英文翻译的 从日本翻译的 共产党这个词 是日本人造的 所以这个什么物理 科学 化学 等等党 民主 全是日本人造的 所以中国人 今天在人民大会 他朗朗读的那些词 70%是日本人造的 但是日本对中国 影响这么大 当然日本对中国 有两个罪 一个是入侵了中国 还有一个罪就是 扶持了共产党 所以在后来 对共产党的关系 非常的暧昧 以至于在六四之后 日本是率先改善了 在国际制裁下 日本率先改善了 跟中共的关系 率先给中共恢复 第三批日元贷款 这些都是日本做的 非常不地道的地方 如果说日本人欠什么 他不欠中国共产党的 毛泽东说的 日本是共产党 最大的恩人 这个日本皇军 要感谢 那么他真正欠的是 中国人民 就第一不应该 入侵中国 第二不应该扶持共产党 说这是两大罪 说日本在 还他的罪 还他的利 当日本成为一个民主 对内民主 对外和平的国家之后 他成了亚洲的 模范上一个样板 今天的中国 不仅要继续的 奉日本为师 而且在民主与 和平的道路上 要继续奉日本为师 只有这样的情况下 中日关系 才能够真正的稳定 和友好下去 好的 最后我用两位网友的 这个评论来 做我们这部分 讨论的结论 有一位叫张川的 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日本对专制 独裁极权中国 40年的精元 主要的考量 和美国对中国 开放市场用意 是一样的 一是对抗前苏联的势力 二是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开放 但是40年的发展 美日两国对专制 独裁政权中国的期待 可以说是极度的失望 还有一位叫Dom Frey的网友 他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让日本从一个落后国家 成为一个强国 得以改变僵化的政治体制 明治维新后期 反启蒙的教育 成为培养愚中臣民的手段 在鼓吹民族和民粹主义中 将日本拖进了军国主义的深渊 他说日本的经验 值得中共借鉴和学习 好的 各位网友 非常感谢你们的这个评论 那么今天网友评论很多 我们没有时间全部都用上 有关这个日中关系的话题 我们就谈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 北京急什么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点赞 点赞